中陸學生真獻節Matthew 失蹤8天 期間經歷颱風小犬集港和黑色暴雨 靠飲用溪水求生 直到星期三 終於在老鼠田坑一帶的溪間奇蹟獲救 目前仍然在醫院留意 其實我們找到Matthew的這一隊 首救隊 在下午2點15分找到Matthew 其實我們找到Matthew的這一隊 其實我原定他是在下午3點的時候 完成他這個工作 交耕給下一隊的搜救隊去繼續他的搜救行動 終然接近這個交耕的時間 我們這一隊搜救隊仍然很專業 努力不懈 盡用每一分每一秒 最後成功能夠在這個草叢找到Matthew 這是一個非常之振奮的消息 同時我們想到Matthew能夠再跟他家人團聚 我們亦都覺得很欣慰 亦都知道我們連日來的功夫 時間、心血是沒有白費到 在搜救的過程當中 政府多個部門聯合搜索 除了利用高科技航拍技術協助之外 還需要過百名搜救人員走入叢林搜索 連日來失望而回 現場有不少的山間、斜坡和樹木 環境非常險要 搜索人員每人每日 平均要在山上搜索五至六個小時 對於他們的體力來說是一種考驗 到底是什麼原因 令他們從來沒有打算放棄搜索呢? 在當中我自己很大的感受就是 Matthew的爸爸很希望跟我們一同上山去參與這個搜救的行動 但是由於當時那個環境相當之惡劣 我也是勸Matthew的爸爸 留在安全的地方 其實我自己也是作為人家的父母 我一個女兒其實跟Matthew差不多大 所以我也很感受到Matthew的爸爸當時那種焦急 以及很想盡快找到Matthew的心情 我也是用這個心情跟Matthew的爸爸說 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們 我們上山就可以了 我們上山的人員都是帶著他爸爸的這份心情 就上山進行搜索 在過程當中 就是隨著天氣越來越差 但是我知道我們搜救隊的所有搜救的隊員 都沒有想過放棄這個 終止這個行動 因為我們都很有信心 Matthew縱使這麼多天在山上度過 但是憑著他堅強的意志 我們最終是可以找到他 我們就帶著這個心情去做一個搜索 最終在搜索的尾段 結果有一個好消息帶來 你申訴我跟進 找919999933 星島申訴王隨時後命 我們幫助你 不聰明 我們怎麼看 那裡 像一般 每個人都可以 在這裡 感谢观看